下个星期一复会的国会会议焦点之一就是反跳槽法 掌管国会与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南杜斯里·望珠乃迪指出 由于国会临选委员会已经被赋予起草和完善法案的责任 因此接下来的程序无需再经过内阁进一步点头 根据网媒自由今日大马报道 望珠乃迪表示 当这项法案交到国会临选委员会时 它就成了国会的责任 因为国会临选委员会是国会的机制 不属于行政部门 因此拟定法案的下一步 已经不需要再寻求内阁的批准 委员会如今只需要向内阁提交一份报告 也就是上一次内阁会议中 内阁对这项法案提出的担忧 让委员会做出回复就可以了 而望珠乃迪会在7月13号 也就是星期三 向内阁汇报委员会的答复 望珠乃迪表明 当反跳槽法案下个星期提成到国会时 所有国会议员将有足够的时间 查阅和辩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